你好,我名字是Roy 今天呢,我想跟你介绍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属于一个公寓的项目 它的地点是位于巴西古当和马塞 area 这个公寓呢,它具有三个房间和两个厕所 全大呢,它是980房车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公寓的客厅 这个客厅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有非常宽敞和这个高的这个sealing 这个总sealing的高度呢,是有可以达到一个sealer 那这里就是它的一个dining 还有它的一个厨房,干厨房 那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一下这个它的主卧室 OK,在主卧室方面呢,它也非常的宽敞 它足够的能够让,就是让我们添购下一个king size bag的一个床 所以这是它的主卧室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采光也非常的足够 嗯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放置我们的这个衣橱 然后在这个房间,它也非常的贴心 它也非常的贴心 有一个卫生间 有一个卫生间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前面有一个sealer screen 这个是发展商就是非常细心 它已经有帮我们添加下去的 那好,看完了这个主卧室 我们现在可以过来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的房间 那这个第二个房间呢,发展商它把它布置成一个小孩子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房间 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过细心的这个设计以后呢 这个房间呢,它可以容纳下两张的单人床 然后特别在上和下,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甚至还可以放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秋雀吧 好,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第三个房间 那第三个房间呢,发展商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休息室或者是一个工作室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房间呢,虽然它是算是第三个房 可是它一点都不小,都不会很小间 然后这两个房间呢,它会共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个卫生间呢,是也不会太小 足够,非常足够 就是一个人的进出,这样子都非常的,位置上面非常的足够 那在地砖方面,这个Unit它采用了二乘二的这个地砖 这个地砖方面我们就不要再花钱 因为我发现到有时候地砖它可以影响到一间屋子的一个宽敞的那种错觉感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而且它那种美感 所以在这个地砖方面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去做任何的装修 那同时在这里,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yak 来晒衣服和洗衣服的一个地方 那有看到吗?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是不是很适合一个小康之家很适合你呢? 那同时呢,在我们现在出售的这个单位当中呢 它还会有就是一个阳台 但是呢,现在我们是身处的这个是属于show unit 所以在这个show unit当中,我们是没有阳台可以看 那好,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一下 然后如果是有兴趣的这个朋友 你们可以把这个我的电话号码给记下来 我的电话号码是0127100616 然后如果有任何想要询问的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话 又或者是WhatsApp来和我联系好不好 我的名字是ROY 好,谢谢你,谢谢你们